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斑块 还有一个具体的大小是多少 而下面的这张呢 我们有明确的标识 它是2022年的检查报告的结果是 没有明确的发现有颈动脉的斑块 两张检查报告属于同一位患者 之间相隔了两年的时间 在两年之前是有颈动脉斑块的 两年之后是没有的 这两年里面刘先生他到底做了什么 让自己的颈动脉斑块消失了呢 据说呀 跟刘先生吃了什么 有很大的关系 颈动脉斑块真的能吃没了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接下来就让咱们掌声请上 患者刘先生 掌声欢迎刘先生 不仅要欢迎刘先生 还要欢迎刘主任 刘主任您好 咱们场中请 刚才可能有很多 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都在说 请出的不是患者刘先生吗 这我认识呀 这不是来自我们北京长阳医院 心脏中心的刘主任吗 是不是 是 这都是您的报告是吗 是 这是我的报告 每年有体检 所以在2020年那一年就查出来 但是我平时看病人很多 这种情况很常见 所以我也稍有意外 但也没有特别意外 因为我是医生 所以我知道你可能要处理它 为什么呢 因为颈动脉斑块 如果你不管它 大家都知道这斑块会越来越长 它会越长越大 有一天会堵塞血管 我知道你不能让它再长了 第二个 这个颈动脉的斑块 它是在脖子上 它很好看 用超声很容易看到 但是有些部位的斑块 你是很难看到 我举个例子 心脏 心脏在胸肠里面 你很难看到 但是颈动脉斑块 跟身体其他部位的斑块 是有关系的 它是一个 您可以理解成 相当于是一个警告 就是说 你看你这根血管 都有斑块了 那也某种程度上 意味着你身体里面 其他血管 可能也有斑块了 那是不是其实你也见到过很多 就是查出颈动脉斑块以后 然后不太重视 最后引发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这样的病例 是的 实际上我今天早晨 就在今天早晨 八点多 我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 他的岳父 我看67岁 然后在石家庄 就刚刚打面积脑梗 他问我要不要转北京来 我一看那个很重 我觉得在SU里转路上危险 他就是有斑块很多年 因为斑块小的时候 他没有症状 他没任何感觉 但是如果你不管他 那就有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脑梗 心梗 都是斑块破裂 造成的这样一些后果 明白 就是我们处在两个极端 有很多叔叔阿姨发现 有颈动脉的斑块就超级紧张 就觉得自己离那个心梗 脑梗特近了 然后另一个极端 就是可能像您病例 刚才说的这个叔叔 就是发现以后觉得 那么小一个东西 无所谓 结果一旦出现症状的时候 就是大面积的心梗和脑梗 直接威胁到我们的生命了 是 但是我们发现 很神奇的一点 就是在两年之后 也就是在去年 您的超生检查报告上写的是 胃碳级明确斑块回生 它真的消失了 因为我是医生 所以我知道怎么办 我采取点措施 我也很高兴 两年以后 这个小斑块没有了 我也很高兴 所以就是说 您作为专业的心脏科的医生 您采取的这个措施 是很科学的 是的 也很高效的 是的 说主任您是把这个斑块吃霉的 这是真的吗 而且宝贝就在这箱里 是 可以说吃霉的 能让我们的颈动脉斑块 吃霉的宝贝 它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电视机前此刻 叔叔阿姨 您周围或者是您自己 也受到了颈动脉斑块的困扰 或者是有相关的心脏的脑血管 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 想要进行咨询的话 此刻我们的节目在播出 我们的专家老师 也在做客 精视健康的直播间 您可以进入直播间 跟我们的专家老师进行交流 进入直播间的方法 我们再为您介绍一下 大家马上打开微信 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 关注精视健康微信公众号后 点击下载APP 按提示安装精视健康APP 注册进入APP 首页上点击最上面的直播海报 就可以进入直播间咨询专家了 刘老师 我还是想再问一个 您不要生气的问题 就是作为专业的心脏科的医生 您也会长颈动脉的斑块 这个在您的预料之内吗 我觉得在我的预料之内 为什么呢 因为我年龄摆在这儿 就是一般 方便问多大吗 我今年已经52岁了 年过半百了 所以当然这只是一个因素了 我觉得和吃这个斑块 和吃和精神压力 和你是否运动 很多因素有关 抽烟生活方式很多很多 因为我们每天要做很多手术 对 特别是晚上要干得很晚 干得很晚以后 我们的晚餐 就跟年轻人一样 要点外卖 点外卖 这个外卖 我坦率讲它还是有很大的 然后也不是那么健康的 然后你下台 也可能未必正好是在六点下台 你可能八点钟下台 你那会儿肚子很饿 你拿微波炉一热 那你就得 你狼腾火炎就吃了 对 所以这个呢 我相信呢 对我而言 我觉得这是一个因素 第二个呢 就是当心理科大夫 做手术的这种医生 他压力还是蛮大的 很低 工作很忙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危险因素 但这两个呢 你不太好控制 所以我觉得 我讲了斑块 我也觉得没什么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 就是斑块的逆转之路 据说这斑块的逆转之路 有两条 我们一条一条地为您揭秘 咱们先来看 斑块逆转之路的第一条是什么 叫做消退之路 这怎么理解呀 它是这样 陈塞 在这个斑块发现以后呢 就是在门诊在我们医院里面 经常有些这个问题都很普遍 老百姓第一个问 他发现这斑块 谁都知道这个东西不好 对 所以我怎么能够 能不能消退 能不能把斑块弄没有 就是这样消退 另外呢说 我这斑块会不会掉啊 我会不会脱落 一下堵住远端的血管 还有很重要的 就是说能让我吃点什么 把我这斑块吃没有 对 所以这些问题都是很常见的 临床常见的问题 其中斑块能不能消退 最关心 这个呢大家特别关心 这个消退这个事是这样 就这个斑块 大家知道 再像我这个例子 它很早期 我印象我在2019年的时候 还没有 2020年有了 所以它很小 所以我通过手段 就把它消失掉了 所以这个斑块呢 如果你想要把它消退 一定要早动手 发现得早 发现早 大家也能理解 就把它在萌芽之处 你就给它按掉了 它就能消退 但是呢在临床上 我们见到的大量的病人 或者多数病人不是这个情况 它斑块呢已经比较重了 也从管腔的直径来讲 它已经超过50%了 它超过50%它未必有症状 一般有时候 像心脏的血管 要超过75%以上 才会有症状 对 但是呢 在这个时候 你再想让它消退 就比较难了 就比较难了 所以消退是一个选项 要想知道 这个斑块是怎么消退的 可能得先研究研究 就是这个斑块 它是怎么形成的 对吧 为什么颈动脉 它就是斑块 非常容易形成的位置 这是怎么回事 主任 这边我们准备立组道具 这是两根血管 当然这根血管 是一个直直的 像一个一字形 这根血管 像一个翻过来的 那个英文字母Y 对吧 实际上呢 颈动脉的这个形态 它大概是类似于这个 就是我们的心脏在这 这个血管上去之后呢 它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分叉 就是其实真实的情况 是把这个Y字正过来 翻过来 翻过来 它有一个分叉 所以大家可以想 你这个血流的时候 它就比较 通畅 对 因为它管的是直的 这个呢 血流上来之后 这有一个分叉 我们可以试一试是吧 对 好 来 主任 像您真正做手术一样 我们也准备了这个手套 好 我们来看看 当血液流过 不同造型和结构特点的 血管的时候 它是什么反应 先试下这个 这都是正常的血液 流过笔直的血管的时候 很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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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很通畅 很通畅 好 那这个就不同了 我们试一下 好 好 好 主任 血液和这个解剖结构有关系 就是它有一个 它有个外子形 它有一个分叉 对 所以这血流过来的时候呢 可以想象 这个冲击力就会比较大 就会冲到这个分叉这个部位 所以颈动脉在分叉部位 比较容易长斑块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如果有些 特别是男士 如果吸烟很多 它吸烟以后呢 这个内膜功能不好 对 所以这个时候血流又快 解剖结构又是一个分叉 所以就特别容易长斑块 所有这个部位的斑块 并不是都可以消退对吗 是的 其中的一部分 很早期的 很早期 很小的时候 可以消退 或者是减少 比方说原来 五六个毫米 现在变成两三个毫米 也是可以的 也算消退的一种 得多早期呢 就是这个怎么来判断 一般来讲 就是这个斑块 我们讲就是说 从狭窄程度上来讲 在50%以下 50%以下的时候呢 你通过这样一些手段呢 它可以让它适度地缩小 这个消退的概念 并不是说就成零了 比如说原来我30%的狭窄 我现在变成10% 这也很好 对 当然你如果特别小 就10% 本来就10% 你可能就会 就会给它吃没有 我们说大的概率 只要您吃得对 吃得高效率 吃得科学 这个斑块缩小 甚至是没有 都是有可能出现的 那这个方法到底是什么呢 此刻呢 主任也在做客 我们精神健康的直播间 您用相关的问题 可以走入直播间 跟我们的专家老师 进行交流 进入直播间的方式 我们再为您介绍一下 大家马上打开微信 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 关注精神健康微信公众号后 点击下载APP 按提示安装精神健康APP 注册进入APP 首页上点击最上面的直播海报 就可以进入直播间 咨询专家了 我的这个赌赛的情况 超过了50% 难道我们就拿它 没办法了吗 并不是 因为我们还有 逆转斑块的第二条路 是什么 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血管斑块逆转的第二条路 叫做稳定之路 这个怎么理解呀 我们现在知道的 急性心肌梗死 脑梗 很多都是这样 是一个不稳定斑块 破裂以后 造成的心梗脑梗 我们很多老百姓说 是不是我这斑块掉了 脱落造成的 不是 不是脱落 是破裂 而什么斑块容易破裂呢 不稳定斑块容易破裂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 这个斑块的稳定 稳定之路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哪怕是这个狭窄程度 没那么重 比方说只有30% 对 但是它如果是特别不稳定 它一旦破了 里面东西一出来 这个血管就在瞬间 咔嚓就堵死在那了 某种程度上 一个小斑块 如果它是不稳定的 容易破裂的 它对于心梗和脑梗的 诱发的这个贡献率 有可能会更高 从科学角度上来讲 这个更重要 就是斑块的稳定与否 和斑块的大小 就是狭窄程度 有哪个更重要 说我的斑块都已经堵了90%了 好像听上去很吓人 紧张得不行 对 实际上这和那个斑块 不稳定相比而言 还是斑块不稳定 这种更危险 咱们先来仔细地 详细形象化地去认识一下 这个稳定的斑块 和不稳定的斑块的区别 我们准备了一组道具 我们让主任 为我们详细地讲解一下 主任 咱们这边请 我们来看看 稳定和不稳定的斑块 到底有什么样的实质区别呢 好的 大家看呢 就相当于这是血管 对 然后大家看 这血管本来是一个圆形的 现在变成了一个半圆 这就是斑块了 这个斑块呢 它实际上呢 它有一个包膜 我们叫显微帽 它有个衣服 有个包膜 对 显微帽 有个衣服 然后呢 里面呢 大家可以就理解成是胆固醇 或者是坏胆固醇 所以就相当于胆固醇嘛 就是一些油啊 就一些纸啊等等 杂质 杂质 所以呢 当然它实际是比较复杂的 那么这就是一个 大概的一个斑块的 这样的一个结构 明白 所以为什么说胆固醇高 它就容易 这个长斑块就合着有关 但是大家可以看 一个呢 这个壶 这个胆固醇含量比较高 一个呢 就比较少 是吧 这个呢 显微帽 或者是穿的这个衣服啊 就比较厚 对 这个呢 就很薄 是吧 那这两个斑块的稳定性 那是明显不一样的 这个就稳定 因为它穿的比较厚 血流冲刷呢 不太容易把它冲破 保护层厚 对 这个呢 就很薄 所以血流冲刷 或者有些外界的因素 比方说 这种熬夜 喝酒 应酬 大量的运动等等等等 血管紧张 痙攣 神经兴奋 它就容易破 明白了 一破 里面东西就出来 它这个东西是这样 就是我们的血管呢 这个里面的东西啊 一旦从斑块里面 一出来 它就会立刻激发这个血液 就产生一个凝血的反应 所以它就会 瞬间就 就血栓 就要形成 它要 因为这是一个 生理的一个过程 明白 但这个过程呢 它是想把那个口给它堵上 就是比方说 这有一个破口 它是想把它堵上 但这一堵呢 它想把整个血管也堵死了 其实就是一大群救兵来了 对 结果引起的反应是血管堵住了 对 完全堵住了 所以它就会 比方说 这是明明是 大家看也就50% 如果这一旦破了之后 瞬间就从50%下窄 变成100%下窄 就是这个意思 这就是不稳定斑块的危害之处 一旦破裂 危险瞬间产生 而且是致命的 对 我们来看一下 比方说我们拿这个西瓜 来比喻的是我们这个稳定的斑块 西红柿 来比喻的是不稳定的斑块 当它们遭遇不同的压力 和特殊情况的时候 这种瞬间造成的 我们血管里的反应 是什么样的 对 主任帮我们模拟一下吧 好 我这手里面是一个水腔 大家看呢 西瓜呢 就是一个稳定斑块 它有一个很厚的帽 西瓜皮嘛 肯定很厚 衣服很厚 对 所以你看我们这时候 我要用这个高速的水流 去冲击它的时候 大家看 它这个西瓜皮是完好无损的 是的 对 它没有破裂 那么我们再换一个 比方说西红柿 我们就代表一个不稳定斑块 也就是它的这个皮比较薄 它这个帽比较薄 穿的衣服比较少 那么这个时候 同样的血流 大家看 我再用高速水腔 来模拟这个血流 大家看 大家看 西红柿已经被冲破了 对 水已经破了 相当于里面的东西 就要出来了 西红柿瞬间爆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反面 看到了吗 这就是咱们身体里面 不稳定的那个斑块 当它遇到我们的这个血液 的冲刷的时候 极容易发生破裂 对 瞬间爆破之后 您看有很多的这个 西红柿的嚷嚷 汁水就出来了 然后就是主任您说的 那个救援的部队又来了 又来了 跨机就堵死在这 这是不是瞬间就能理解 稳定的斑块和不稳定的斑块 对于我们健康的这个 不一样意味着 不稳定的危险程度拉满 对 一颗炸弹 是 定时炸弹 对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破裂 所以即便我们错过了 比方说斑块的第一条消退之路 这斑块有点大了 但是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 我们一定要让不稳定的变得稳定 对 是的 这也是可以吃出来的 对吗 也是可以吃出来的 也是有办法的 明白 所以无论是斑块的消退之路 还是斑块从不稳定变成稳定 关键的神奇的这个宝贝 怎么吃出来的都在刘主任的宝盒里面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主任 好 此刻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 您有在自己的体检过程当中 发现颈动脉的斑块吗 您的斑块有多大呢 您的斑块是稳定的还是不稳定的 如何实现逆转呢 想要消退 想要让它变得稳定 秘密怎么吃都在宝箱里面 主任我们来为大家揭秘吧 好的 这个太期待了 大家呢 这个酱脂药啊 这个尤其是呢 叫他丁类的酱脂药 对于稳定斑块是至关重要的 我本人在过去两年 吃的就是这个他丁类的酱血脂药 通过酱血脂来稳定斑块 来这个使斑块消退 这是最最重要的措施 明白 我们专业的心脏科的医生 自己在遇到颈动脉斑块的时候 第一选择就是规律的用药 对 他丁类的 尤其是他丁类的酱血脂药 是的 主任的身上除了规律用药之外 其实他的健康生活方式里面 也是有您不知道的小秘密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一会儿再揭秘 但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 主任 很多人的这个体检报告上 可能他没有看到 坏胆固醇的异常 或者是身高特别多 但是这个斑块就已然发生了 您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我的情况是 我的血脂 如果从那个化验单的报告来看 没有超过正常的上限 低密度只代表胆固醇 当时是3.3毫米尔每升 那是安全的 如果你要单纯看这个参考值的范围 它是在正常之内的 但实际上我那会儿已经有斑块了 所以这里面的这个关系 我还是想觉得给大家好好讲讲这个事 这太重要了 一般我一看那个体检报告 如果我爸妈坏胆固醇没有异常 那很好血管很健康 有的时候会这样就是得出一个大概的结论 是 大家首先要知道这个血脂的这个报告 在化验单上是有一个范围 但实际上它是有个体差异的 也就是说 我举个例子 80岁的老人家 他的那个参考值的范围 跟20岁的年轻人 他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这个胆固醇呢 这个坏胆固醇的这个水平 它随着年龄的增长 它的整个的这个参考值的范围 应该越来越低 执行要越来越严格 对 要越来越严格 所以有一个公式呢 可以去来测算 就是说我的胆固醇 化验单上显示是正常范围 但实际上是不是合适 实际上是有一个公式呢 我们可以来算 我觉得这可能会更科学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您的体检报告单上 即便坏胆固醇 在正常的范围之内 也并不意味着 您的血管是健康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一个公式帮大家算出 惯心病的风险 就是在我们心脏科领域 有一位特别知名的老先生 他现在还健在 我想大概应该有90多岁了 他叫Bronwald 然后呢 他有一本书 他这本书呢 叫做Bronwald的心脏病学 被称为我们心脏科大夫 我们心脏科大夫的圣经 就是大家可以想象 这个书有多么的重要 必读 必读书 而且他已经 我印象都已经 再版了十几次了 最近的可能大概13版 还是14版 所以这么一个老先生 他在 应该是在2021年的时候 他在我们这个专业的一本顶级刊物 叫做欧洲心脏杂志上面 发了一篇文章 引发了我的注意 这篇文章题目非常吸引眼球 它叫什么呢 它说一个人如何活到100岁 还不长惯心病 那么惯心病什么意思 就是心肌梗死 心脚痛 大家都知道 这都属于惯心病 一系列的 一系列的 它长得都是和斑块有关的 对 说如何长到100岁 还不长惯心病呢 可能吗 所以呢 在这篇文章当中 它的核心思想 就是说要把你的胆固醇 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那么每个人是个体化的 那么他就提出了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大家来看 它呢实际上叫做胆固醇年 这是最终的那个结果了 它等于什么呢 低密度只代表胆固醇 毫无门美生 这个就是咱们中国化验室里面的 大家常规的报告 毫无门美生 你一看能看得到 然后乘以38 对 这个38呢实际上是这个胆固醇的分子量 乘以年龄 然后呢再除以1000 等于这个公式呢 如果除下来以后超过7 就意味着你需要控制 所以大家可以看呢 这里面呢年龄是一个变量 对 然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是一个变量 是的 那个38和1000都是固定的 所以这里面来讲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你想要让它小于7 假如说随着年龄的增长 你必须得把那个低密度只代表胆固醇 降得更低 降得更低 对 才行 大于7的话 即便我的胆固醇 在常规体检报告上 是正常的 虽然在这个时候 你是在正常范围 但意味着你仍然有 惯心病的风险 有惯心病的风险 有斑块的风险 有心肌梗死的风险 明白了 我们今天现场 也征集一位观众朋友 我们以他的实际年龄 然后他的综合情况 来为大家做一个示例 咱们来一起测算一下 来 我们现场 哪位观众朋友 想上来测一测 我们请第一排的叔叔吧 我看他先举手的 此刻我们准备好 自己的体检报告 然后想好自己的年龄 可以准备一个计算器 咱们一起先帮着叔叔算一算 刚才我听你说 这个刘主任是朝阳医院的 是的 朝阳的 一提到朝阳医院 让我这心里嘣嘣直跳 为什么我这么说 这个有一个小插曲 当时我那个干活把手砸了 把手砸了 那个大夫让我照片子 照片子嘱咐我 照片子马上给我送回来 我等着你 我等我取那个片子说 11点25 我说这会儿该吃饭了 我就吃完饭 我一点才过去 结果那个大夫呢 他在等 他一直在等着我 让我特感动 而且他有一个特殊情况是什么 他说我今天上午是出诊 下午医院安排我别的工作 就是因为你 我等了你这么半天 让我心里头 今天也借此机会 跟朝阳医院说一声谢谢 谢谢 感谢这么多年 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我一直是在朝阳医院看见 也谢谢您的信任 真是 真是 所以刚才一说的 你是朝阳医院的 我这心里暖乎乎的 那叔叔 咱们今天首先守护守护 您的健康 咱先帮您算算 叔叔 您多大岁数 我今年61 这是我去年做的体检 年龄61岁 61岁 我看看您的这个体检报告单 先生的这个低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是3.13 3.13在常规概念里 3.13是在正常的范围之内 我想再次强调 这个胆固醇 大家一定要重视那个叫做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叫LDLC 对 这是坏胆固醇 对 这个是一定要高度重视的 它是3.13 那么我们乘以38 然后再乘以您是61岁 61 好 然后我们再除以1000 大家是有计算器 可以算一下 有 开始了 3.13乘以38 乘以61 再乘以61 再除以1000 除以1000 7.255 7.255 我想这个值呢 要小于7才好 对 大了 所以说小于7 小于7呢 是我们是比较理想的 如果超过7 就意味着您就需要控制您的胆固醇了 就让让您的胆固醇就有点高了 虽然这个报告上您看 并没有显示有箭头 对对对 没显示 但实际上呢已经高了 所以这老年朋友 尤其要注意这个 因为老年朋友的年龄会往上涨 对 这个值就要需要相应的低 所以这个您就提示 您需要注意了 我家里头有这个病史 我父母 包括我的大哥大姐 都是因为脑浴血 高血压这一块 虽然我对这块特别敏感 但是通过新的公式 我们去测算的话 我们的坏固醇 可以给它控得更低 一会儿听听怎么办 我们是不是这个公式 我觉得倒算的话 也对大家有一个指导意义 就是如果我的年龄是61岁 我控到多少以下 这个结果就是小于7的 我们想知道自己的 不要超过多少 那个胆固醇多少 因为这个公式也可以测算 对 比方说我们这个地方 就算是7 那么呢我们想 我们这个数值 就变成我们要算的一个数值了 没错 对吧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 等于7呢 就相当这个公式是7乘以1000 对 然后再除以什么呢 除以38 然后呢 再除以什么呢 除以年龄 年龄 除以年龄 当然对我们这个老刘来讲 刚才他是61 对 那么我们算出来这个值呢 因为刚才是 3.0 再来讲是3.0是吧 对 3.0多一点 3.0 就相当于3.0 对 也就是说 不要超过3.0 胆固醇 而且这个公式好处在哪呢 布朗国的教授也一直在强调 就是这个胆固醇的控制 是个终生的 是的 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讲一下 就是很多老百姓的说 我现在高 我现在降下来了 降下来我就停药了 我的血脂就又上去了 然后过一段时间 又上去了 我不行 我要再吃药 浮动 我又吃下来了 就出现一个波动的感觉 就是这个一会上一会下 这不好 最好的是要让它永远低于7 我刚才大概的算了一下 其实60岁的时候 就是基本上那个低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 我们应该控制在是3.09左右 3.09 61岁的时候就已经是3.019了 对 所以它差不多是差了一个0.07 就是每隔一年 我都要控得更严格一点 对 而且赛赛这个是上限 对 这是大家 就是你尽量还是要低一些 还要比这低 这是一个上限 没错 就是说你这是已经到天药板了 是的 尽量的还是 比方说虽然算了您的3.0 你说我是不是2.9 你还是要越低越好 是的 你是知道自己已经有潜在的血管 健康的风险的时候 其实怎么吃就特关键 一会儿您得仔细听听里面这个秘密 感谢您的参与 叔叔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 养身堂推荐健康产品 叔叔 卤花给您送健康了 卤花高油酸花生油 油酸含量75%以上 高油酸让您吃出健康来 油酸多多健康多多 卤花高油酸祝长寿多多 叔叔我们祝您越吃越年轻 好 谢谢养身堂 谢谢 刚才很多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 也跟着我们带着公示一起去测算了 恍然大悟 原来体检报告 我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正常的 可是我的冠心病的风险已然发生了 有可能我也有斑块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其实除了吃药之外 我们在生活当中 就是对于这种提前的预防和预警 生活方式 吃什么很重要 这里面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 接下来咱们进入到一组互动 咱们在游戏当中看看秘密 现在我们有四位穿蓝色T恤的叔叔阿姨 此刻我们模拟的是一个公交车内的场景 坐少 人多 谁能抢中这个座位呢 接下来听我的口令 我们开始抢坐游戏 我们先围着我们的公交车内的空间 然后进行游走 当我说到停的时候 我们开始抢坐 好不好 叔叔阿姨 好 好 那我们运动开始 溜带起来 平时健步走的状态拿出来 换快一点 来 卡上节奏点 三 二 一 坐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我们会发现一共是四个人 三个座 然后大部分的我们现场的观众其实是坐下了 但是有一位阿姨没有抢上座位 但是阿姨也别难过 不难过 阿姨不难过 阿姨说让给你们我身体好着呢 但是此刻的这个状态 其实并不是我们公交车内最热闹的一个状态 也不是我们身体的结构里面最复杂的一个状态 因为这个时候人还不够多 而且好人和坏人有可能还没有分出来 所以接下来的这个场景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再请上三位穿红色T恤的现场观众 有请 抢上座的叔叔阿姨们 此刻你们的座位失去了 我们重新站起来 我们来进行第二轮的抢座游戏 三 二 一 游戏开始 咱们开始运动 这次有经验了 我看走得都比较快了 非常积极 因为大概率有可能一半以上的人是没有座位的 三 二 一 跟我们没有抢上座位的叔叔阿姨 咕咕掌 辛苦了 虽然我们没有抢到座位 但是我们此刻呈现出来的第一种状态和第二种状态 电视机前还有现场的观众朋友我们要记好了 第一种 全是蓝色的 有一位阿姨没有座位 第二种既有红色的又有蓝色的 大部分的人 我这边就有两个刚才有座位的蓝色的观众 他们坐不下了 这对于我们健康的指导意义代表着什么 怎么能让我们的血管斑块吃没了呢 咱们先让叔叔阿姨休息一下 听听专家老师是怎么分析的 大家可以把这个公交车 这种肌肉相当于我们的这个吸收胆固醇的 肠道 因为胆固醇咱都是要吃进去的 外圆性的胆固醇 打比方来讲 这个穿蓝色T恤的呢 我们认为它是坏胆固醇 红色T恤的代表是好胆固醇 我的肠道吸收能力有限 我就吸收这么多 所以说如果有好胆固醇 占了这个位置 那你这个坏胆固醇虽然你吃进去了 但是酒肉穿肠而过 它就没有被吸收 所以它也就会使得体内吸收的坏胆固醇减少 从而起到降低这个坏胆固醇的这个作用 所以其实我们公交车内的这个座位 模拟的就是我们肠道内的可吸收能力 对 当我们没有好的营养元素的时候 蓝T恤所代表的坏胆固醇 它就有可能被全部吸收 对 甚至它还富裕 对 还吸收不了 对 准备着前面的吸收了马上补胃 是 是 但是肠道里我们允许的 除了蓝色T恤的坏胆固醇 可能还有红色的好的营养物质 对 是的 一旦红色的好的营养物质 它开始跟蓝色的进行抢位的时候 它就把可吸收的位置给抢占了 相当于有一种竞争 对 对 有一种竞争 只能二者取其一 对 只要把你赶走 我就能把这位置坐下 对 所以当好的营养物质被吸收的时候 我就没有那个吸收坏胆固醇的能力了 对 是 所以我们就发现有两个蓝色T恤的 代表坏胆固醇的这个观众朋友 它被挤出来了 对 是不是就意味着它发挥不了坏作用了 当然了 因为它没有进入到体内 它只是没有被吸收 所以有一种营养物质 它跟坏胆固醇造成斑块的这个胆固醇之间 它是抢位关系和竞争关系 竞争关系 对 只要这种好的营养物质多 就意味着我们的坏的胆固醇即便有 也发挥不了坏的作用 对 是的 那咱们就让这个好的营养物质在体内多一点 这是咱们人体自然合成的吗 它需要外源性的补充 我们自己还很难合成的 也就是只能通过吃来摄取 对 要通过外源性的往里补 一种可以直接让坏胆固醇在体内不发挥坏作用的好的营养物质 其实它是存在的 只要存在的多 坏胆固醇就被排挤 它就不能危害我们的健康 这种好的营养物质它是什么呢 它不能合成 它只能通过吃来获取 那问题就是 哪些食物当中有可能富含这种营养物质呢 您知道这种营养物质是什么吗 如果您想证实一下您的答案是否正确 此刻我们的节目在播出 我们的专家老师也在做客精视健康的直播间 您可以进入直播间向它寻求答案 进入直播间的方法我们再为您介绍一下 大家马上打开微信 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 关注精视健康微信公众号后 点击下载APP 按提示安装精视健康APP 注册进入APP 首页上点击最上面的直播海报 就可以进入直播间咨询专家了 哪些食物含一种营养物质 可以直接让我们的坏胆固醇 失去它的坏作用 谁想上来选一选 我们第一排的阿姨吧 来 主任 这边请 您看我们准备了好多 大家常见的食物 有这个是黄豆 打豆 然后有白菜 有洋葱 有香菇 有苹果 有稻米油 您觉得这里面哪些食物 有可能富含的是那种 可以抢占坏胆固醇 位置的营养元素呢 再吸上去 您给它归一堆您认为对的 香菇 还有啥 这四个 阿姨您的这个答案跟我们说说 这个哪个是您选中的 哪个是没选中的 我觉得这个 这是石榴吧 苹果 苹果 洋葱 香菇 白菜 还有黄豆 都应该有 都应该有 为什么呢 吃素好一点吧 吃素对血管健康 所以素食当中肯定含有的营养物质 是可以抵抗坏胆固醇的 对 这个答案听上去好像有点道理 有道理 对 有道理 对 有道理的答案就一定对吗 我们一会儿听听专家老师怎么说的 阿姨 感谢您的参与 我们送一份奖品 阿姨 卤花给您送健康了 卤花5S压榨化生油 去除黄曲煤技术 发明专利 卤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滴滴卤花健康万家 幸福全家 我们祝您全家健康幸福 阿姨 好 谢谢 站在 谢谢 咱们去休息一下 谢谢 刘老师刚才说 阿姨说的有点道理 阿姨的这个答案真的是对的吗 我觉得多数是有道理的 但是有些它 我觉得也有点 可以值得再改进的地方 比方说这个稻米油 它把它排除在外了 对 实际上这个应该在里面 稻米油是含有这种竞争性的 和坏胆固醇竞争的这种物质的 但是相反 像这个苹果 这个里面就很少 虽然是水果有好处 但是在这个角度 和坏胆固醇竞争的角度 它的作用很弱 贡献不大 贡献不大 黄豆呢 黄豆还可以 包括这些都还可以 这些都行 都还可以 当然白菜可能也没有那么多 一般的深绿色的蔬菜会更好 深色的 颜色深的 深绿色的蔬菜 比方说植物油 像稻米油 豆类 这种黄豆 骨类 特别是这种全麦的这种 深绿色的蔬菜 这种蔬菜这些 包括这种洋葱这一类 都还可以 水果少 水果含有的这种 可以抵抗坏胆固醇的样物 至少 是的 深色的蔬菜 大豆类的食物当中 富含的相对来说都比较丰富 多 尤其是植物油 稻米油当中有可能都含得比较高 那这种营氧元素有可能是什么呢 我们再给三个选项 咱们再来看一下 比方说我们有一个选项是植物栽成 还有一个选项是维生素E 还有一个选项是维生素C 阿姨 我再来问问您吧 这种营氧物质您觉得有可能是什么 我觉得是VE 维生素E 维生素E它能够抗氧化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坏胆固醇 对 它也有时候还要坏上加坏 就是有些氧化的能力 维生素E在这方面有些作用 但维生素C不太 在这方面作用差 最好的答案应该是植物栽成 您怎么又突然知道了 我觉得这俩好像差不多 但是我犹豫了一下 今天帮大家明确的就是 能够对抗和坏胆固醇是竞争关系的 其实是植物栽成 植物栽成 对 而且它自身合成不了 我们只能通过吃来获取植物栽成 对抗坏的胆固醇 没错 它是这样的 大家就说植物栽成 它有个成字 对 坏胆固醇也有个成字 所以它们是在分子结构上 是有点相似的 所以它进到肠道以后 对于肠道来讲 它分辨不出来 它分辨不出来 分子结构很类似 那么我吸收了这个 那个我就不能再吸收了 所以你通过补充植物栽成 就像刚才我们的公交车 就那么多素 所以我植物栽成多了以后 虽然同期进去很多坏胆固醇 但对不起 我吸收能力有限 我就吸收的就少了 实际上这个道理就是 就是像公交车抢座的一个道理 那这个植物栽成 如果我按照科学的一个指导 去进行获取还有补充的话 它确实可以降低胆固醇的水平吗 这个有实验的证据吗 这个已经有非常多的研究证据 就是我通过补充 外源性的补充植物栽成 那么可以使得坏胆固醇 低密度质胆固醇水平降低 这是有明确的证据的 这个是得以证实的 对 而不是我们想象着他们俩抢座位 他们真的在抢座位 对 是的 只要它足够多 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 就发挥不了坏的作用 对 进入体内就会减少 那问题来了 吃多少合适 我需要补多少 按照我们2023年的 这个成人高脂血症的营养建议 植物栽成每天呢 这个量要有两克 两克的话呢 就意味着我们这个 这些相关的这些食物的补充呢 可能要达到一斤以上 真的挺多的 如果每天吃不了那么多 那怎么办呢 其实要有好多的这个健康的食品 没错 和营养品当中 它是有添加这个植物栽成的 没错 这就会比较有针对性 而且也有研究证明呢 通过这样一些营养素的补充 它可以降低 这个服用者的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 或者坏打工醇的水平 这个是有非常明确的科学证据 是 那有的时候 比方说我在超市里或者市场上 就是帮家里的长辈 选一些健康的食品的时候 我会发现配料表上 它标注的是植物栽醇脂 是 而不是植物栽醇 它俩是一种东西吗 大家知道植物栽醇脂 是植物栽醇和这个植物里面的 这些脂肪酸 它中和也会生成脂 这个植物栽醇脂呢 实际上它更容易吸收 它吸收体内之后呢 它会变成植物栽醇 植物栽醇的一个净化版 就是植物栽醇脂 对 吸收率利用率更高 会更好 马上端午节也要到了吗 难免要给自己的长辈挑选一点礼物 这个时候不能瞎挑 要选植物栽醇脂 要选维生素E 要选稻米油 如果配料表当中 有我们保护血管的三驾马车 家里的长辈 又有血管健康风险的话 这个就非常合适 对 最主要的是 我觉得其实看配料表 还有选健康产品的这个过程 它会使我们送出去的 这个健康的产品 这一份礼物 心意满满 养生堂节目 由君乐宝心意 中老年能护力奶粉赞助播出 用心意表心意 心意祝您身心健康 主任 您看心意有了 但是日常生活当中 想要保护好血管的话 是一个特别综合的一个工作 没错 我们还有什么是需要注意的 大家知道要降低 我们体内的这个坏胆固醇 它一定要多管齐下 该上药一定要上药 动物内脏 一定要尽可能地烧吃 有些人爱吃烧烤 那个皮烧焦了以后 说比较好吃 烤鸡皮 烤猪皮 那些地方含有坏胆固醇也比较多 把这些坏胆固醇食物要少吃 这些植物载醇这一类的多吃 这样的话你的体内的坏胆固醇水平就很低 这个低密度质胆固醇 坏胆固醇原则上是越低越好的 因为当它的水平呢 低于1.8个毫米每升的时候 意味着什么 它的这个体内的原有的这个斑块呢 它就不会再增长了 或者说新的其他地方呢 就不会再有新生的了 明白了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特别想告诉大家的就是 如果伴随着年龄的增长 有可能我们跟斑块 是难以避免的要相逢的 但是这个时候不要害怕 因为它真的是打引号的 可以吃霉的 这里面有吃规律的用药 也有有心意地吃 吃一些富含植物灾成维生素E 稻米油的健康食品 这些对于我们的血管而言 其实都是健康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 同样的 今天在我们的养生厨房里呢 又有一道有利于您健康的美食 是什么 咱们一起去看一下 养生堂推荐健康产品 卤花高油酸花生油 油酸含量75%以上 高油酸让您吃出健康来 油酸多多 健康多多 卤花高油酸祝长寿多多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 卤花养生厨房 常见去世食材功效大不同 到了这个夏天 我们得着重地注意要去世了 大家看我这儿有好多吃的呢 都是大家日常经常吃的美食 鲫鱼 马尺馅 葱姜 黄果 藕 花椒 这些食材您是不是经常在用呢 还有一些常见的食材 其实它们是分别解决不同问题的 有的能解决寒湿的 有的能解决湿热的 要看您是什么样的体质 是这样来区分吧 张主任 是的 哪些属于热性的 哪些属于寒性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给大家提出了几个症状 能够让我们判别出来 哪些是湿热 哪些是寒湿 有时候出现了口干 口渴 头发容易出油 每天都要起头 不起头就打柳了 如果再加上脸上生疮 舌头是红的 口干 口苦 舌胎是黄腻的 这湿热的表现特别明显了 那还有一类呢 其实是一个口干口渴 但是它又不太想喝水 而那个舌头是一个淡淡的舌 舌胎是一个白腻 带着水滑胎的 觉得一滴出来 一伸舌头 这个要容易出来溢出来 那种感觉 那这一部分呢 就是一个寒湿体质了 其实寒湿体质 还有一个容易鉴别的 就是夏天的时候 一吃完凉的 大便粘腻不成型的症状 就会加重了 真的分得好细啊 大家有对照一下吗 您是属于湿热的体质 还是寒湿的体质呢 都有湿 但是去的方法可不同了 那今天我发现啊 我们大厨就做了两种 不一样的饼吧 是不一样吗 没错 其实呢 今天我带来的是一道 百搭手抓饼 那么这两个饼呢 看似表面是一样 实际上里的馅料是不一样的 而且它的功效也是大有不同 一个是专门制这个湿热 一个是专门制寒湿的 所以功效大有不同 哎呀 口味不同 都好吃 但是功效不同 您客台记好了 看看最后自己适合 哪一种功效的手抓饼 首先呢 咱们先做的一个五香料 这个五香料呢 也非常简单 就是家里常备的一些小香料 比如说花椒 咱们可以多来一点 因为它这种麻麻的口味 吃得越嚼越香 然后掰上一小块这个是桂皮 桂皮的量不要太多 丁香也是 因为它的味道是比较冲 所以呢我们都是少割一些 三五颗 包括这些沙仁也是少来几颗 再来两颗草果我们给它捏碎 捏碎 这样呢它里的香味就很容易激发出来 然后呢咱们就开小火 慢慢地备烤 直到它这个外皮有点酥酥的那种感觉 也就是说它的香味完全挥发了 然后我们再用这个石臼 给它捣碎成粉 随着这个小火的慢慢地备炒 我能看到它这个表面的油 都已经出来了 大概要备到什么程度 我怎么判断可以接下来进行下一步 首先第一个呢 从闻 闻它的香味已经充分地挥发出来 第二呢看它的颜色也是很 这个颜色非常的红润 然后呢看它的状态是比较饱满了 说明它里头有大量的热气已经在里头 它的香味已经给它逼出来了 这样别黑掉 对 好 然后呢我们就是慢慢地给它 用石臼给它凿碎 然后呢我们给它过滤出来这个细粉 就是一会咱们做这个百搭的这个手抓饼 好 现在呢我把这个你看 这是泡在油里的这个面团拿出来 这个面团呢其实是我们的半烫面 大概是300克的面粉 3克盐 盐呢在里头是增加筋性 然后加入180克的温热水 大约是35度左右的水 然后给它不断地揉搓 最后活成面团以后再加入50克的熟油 也就是烧热以后晾凉的油 然后不断地搓 揉就变成这种很滋润的状态 风上油的目的是为了让它防止它表皮干裂 因为呢我们这是这个属于半烫面的面团 它会蒸发得很快 所以它的表面很容易干裂 所以一定要给它封上一层油 饧上大约半小时的时间 让它充分地这个面团稍微地松软一些 因为刚才在揉的时候 它的面已经又硬又紧了 稍微松弛半小时以后 这面吃起来就是那种松松的软软的效果 你看这非常听话了 它的可塑性就比较强 怎么出千层啊 这个出千层啊 咱们别着急 我随着做随着跟大家讲 太好了 你看我这是什么 像酸奶状的东西 这个咱们要给它涂抹上面 一层保护膜 这是什么的关键呢 这是起酥的关键 这个是油酥 把油加热以后浇到面上 然后给它搅拌均匀晾凉以后就可以用了 面粉配油 一点点就可以起酥了 油酥抹得均匀以后 刚才咱们经过这个半天的炒制的这个五香料 就开始派上用场了 我们说只要撒一点就开胃极了的五香粉 自制版 然后咱们给它撒上葱花 这得多香啊 葱香四溢 给它卷被子的方式往前推着卷 还得卷 稍微卷起来 这样让葱都包裹在里面 卷到一半的时候 咱们就可以先停一停 让这面团卸会 卸会的功夫 咱们来给它划几小刀 这是为什么呀 刚才那个张老师不说了吗 怎么让它外皮感觉层次比较多 是不是 就是这么来的 划开刀子以后 给它卷成麻花状 每一个 这有意思 顿一顿 顿长以后 给它卷成麻花状 刚才我们刘大厨说了 这一步您一定要学会记好了 这一步是让我们的饼 特别酥多层的关键 脚边说完了 咱们就一股脑子给它推到头 继续推 好 推到头以后 然后咱们给它 你看看 给它集中 给它压扁 让这个面团给它集中 这样的层次就会越来越多 这样按下去 纵向了 这样层能不多吗 是啊 你看 就是本身它卷着就有层 然后每一个小麻花边 它都是一层 刚才多少个小麻花边 再一按 这层层叠叠的呀 你看看 而且这每一层上 都有油脂给它分离 这样它有点千层的状态 就出来了 每一层还有我们自制的五香粉 和香香的小葱花 这个时候现在不能赶 因为它现在刚才通过揉 弄个卷 有劲了 稍微的给它再醒发一会儿 让它松弛下来 再歇会儿 你看我们每一个人 湿在身体当中 是不同体质的 有的是寒湿 有的是湿热 那比如说我是湿热 我又吃了比较糟 容易上火的食物 那会对我身体不好吗 是的 这样会出现 我们终于有一句话 叫 虚虚实实之物 也就是说原本虚 你又让它更虚了 原本实血 主持在体内 你会让它更实了 那就违背了 我们终于讲的 热者含之的治疗原则 也就是说你想湿热嘛 我们一定要做 用寒凉的药物 来清理这个湿热 寒湿呢 一定要用温性的食材 去化它的湿 这样子呢 既可以散掉它的寒 又可以化掉它的湿了 我们现在是醒着 五香粉那个手炸饼 要做另外一款了 对 这一款叫什么名字 这一款叫 马齿馅馅的手炸饼 所以不光咱们能配上五香粉 能配一些干料 还能配一些蔬菜类的东西 我明白了 也就是手炸饼的做法 是一样的 但里面的馅料可能决定了 它是解决寒时的 还是湿热的 对 刷上油酥以后呢 我们的马齿馅 非常新鲜 非常嫩的这个部分 稍微地拿这个水 去焯烤一下 焯烤水以后 给它过凉钻干 然后切碎 我们最后就撒在 咱们这个上面 均匀地给它打开 然后同样里头呢 咱们就是吃点咸味 稍微地来上 那么一点咸盐 好 然后咱们就 给它卷成卷 做法跟刚才那一样 咱们留到最后 留一半的时候 咱们给它弄成小麻花 还是给它输点小辫 两种手抓饼 这个放的就是马齿馅 刚才那个呢 就是五香粉 是的 那张主任 您先跟我们说说 这马齿馅 它适合身体是湿热的人呢 还是寒湿的人呢 因为马齿馅 它本身是一个 良性的食材 所以它适合的是 湿热的人群 刚才那个五香粉 做的手加饼呢 就是治疗寒湿 进行身体里的 这样的问题了 学会了吗 也对照出自己 是寒湿体质 还是湿热体质了吗 别着急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不光是马齿馅 五香粉 其实生活当中 我们经常用的 很多食材 它都分 能解决寒湿 还是湿热的 一会儿我们慢慢揭晓 好 现在咱们就开始 起锅烧油 做好菜用好油 今天我们做菜用油 是卤花高油酸花生油 卤花高油酸花生油 油酸含量75%以上 高油酸让您吃出健康来 油酸多多 健康多多 香味多多 卤花高油酸花生油 是我们养生堂 特别推荐的健康好油 卤花高油酸 祝您身体健康 我们接下来请张主任 跟我们揭秘一下 去湿食材 这样在我们生活当中 有很多的食物 它是有寒和热的这种偏性的 那如果体质是一个湿热 那我们就选一些寒凉的食物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屏幕 它不光是去湿 而且它主要是一个偏凉性的 比如说像冬瓜 窝水 鸭肉 尤其像冬瓜 它有一个沥水的作用 所以它寄沥水 同时有清热的效果 那包括这个苦瓜 绿豆丝瓜 这些都是寄鱼 马齿馅 玉米须 那这种去湿的效果 和清热的效果 都是很不错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寒湿 那有哪些食物 是一个温性的食材 可以针对我们寒湿体制的人群 像刚才沙仁 豆蔻 还有像这生姜 花椒 冰箱等等 这些芳香的食物 都是一些芳香 同时带有新温性质的 那就针对寒湿的体质 效果是可以的 都赶快记下来 你看看 我特别喜欢专家 经常说了一句话 你就是你吃出来的样子 你的健康状况 也是你吃出来的 所以根据个人的身体的情况 来吃是很有必要的 尤其是我们今天大厨做手抓饼 外酥里糯 越嚼越香 您不妨试试 谢谢 谢谢